夫人骑机车在巷口遇到了直行机车 等停的时候呢 突然就连人带车倒地 让骑士自我解嘲说 莫非自己有气功把阿嬷给震倒了 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新竹市香山 骑士把画面抛上网之后也引发热议 机车快速行进巷口 突然间眼前带行的女骑士 在眼前一个重心不挽 连人带车侧身倒地 太好了 夫人倒地对他间还听得到笑声 看来双方似乎都觉得有点错愕 因为再看一次画面 意外发生时 两车距离拉得蛮开 此时疑似夫人想后退 一个重心不稳 车倒人倒 夫人双手离开握把 撑住地面 接着四脚朝天 事发在新竹市香山 骑士事后也把影片po网 标题成功又气场击倒阿嬷 大家快来检讨我吧 PS家住阿嬷没事 而网友则热烈回应 一定是骑士太帅了 才会吓到夫人 所刑夫人没有大碍 双方也没有报警 不过这夫人倒地的瞬间 也留给大家深刻印象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道